尊敬的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们今天和大家分享一个 大家比较关心的一个政策 就是PSW 这个签证类别呢 是2012年的时候 被Turismet停掉的一个老的签证 简单来讲我们看一下它的历史首先 这个签证呢 在早期的这个政策当中呢 是可以被简单的理解为 临时工作签证 它的期限是两年 这个政策的基本要求是 第一 要有英国的本科以上毕业 第二要有基本的生活费保障金 例如900英镑连续90天 只要符合这两个基本条件 在老的政策下呢 就可以直接获批一个两年的PSW签证 这个签证有什么好处呢 第一它可以自由的工作 不受这个限制 不受雇主限制 不用参加本地劳务测试 相对比较容易找到 愿意用你的雇主 第二个好处呢 是你可以在PSW签证期间 转成工作签证 也可以在老的政策情况下呢 当时我记得还有这个 企业家移民签证 你可以从PSW 只要五万英方 就可以转成企业家移民签证 当然我们讲的是这个老的政策 这个政策最主要的目的呢 是为了帮助那些国际留学生 在读完本科以后 有两年的这个经历 不管你是在英国实习 还是在英国全职工作 或者说有意向定居在英国 同时有雇主愿意雇佣的情况下 能够极大的帮助这些海外留学生 获得更多的英国 也就是欧洲海外的这种工作经验 我们来看一下美国对比的政策是OPT 如果在美国就读STEM 比如说这些工程类的 科学类的一些专业 是可以拿到两年 甚至三年甚至四年的 这种临时工作签证 我们知道英国和美国 一向是竞争的比较厉害 特别是在国际留学生市场 最近的中美贸易战争 加上美国的一些安全性问题 影响导致了很多的留学生 把第一留学目的地的选择 会转向英国 也正是这个原因 我相信英国政府在脱欧之后 为了应对那些 由于脱欧带来的劳工短缺的问题 推出了这个新的政策 新的PSW政策 我们来看一下新的政策 PSW它能够给大家带来什么 以及它具体的一些 实施的一些细节会是什么样 第一时间节点 从目前看到的情况 英国内政部官方的说明是 只要你是在2021年夏天以后 毕业的毕业生 都是有资格申请这个签证内容 但是从目前已知的情况来看 并没有明确这个夏天怎么定义 但通常概念里来讲 本科毕业基本上毕业正常的日期 都是6月份以后 第二 它的事用类别 老的政策下面 你只要有本科毕业证 或者研究生毕业证 或者说学位证 或者还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地方 就是如果你有一个 postgraduate diploma 也是可以申请这个PSW两年的临时工作签证 但是这个政策目前还不确定 这个要等预计今年11月份 或者是明年4月份的移民法的修改草案当中 会有进一步的说明 第三点 这个政策会给中国的学生 带来什么样的机会 或带来什么样的好处 这里需要提醒大家注意的是 这两年只是一个两年的临时工作签证 它并不是被认为可以进入到永居的 也就是说 如果你拿工作签证 正式的工作签证 也就是Tier 2 你是连续居住工作满五年在英国 是可以签进绿卡 但是很可惜 PSW是没有被进入到这五年当中 但是PSW能够给大家带来什么样的机会呢 特别是那些中国留学生 有一个非常大的机会 就是一旦完全的脱欧 所有的欧盟人士 比如说保加利亚 法国 德国 意大利的毕业生 我们中国的毕业生 将和他们在同一个期望线上 也就意味着 那些英国的雇主 他雇佣一个英国人的成本 和雇佣一个中国人的成本是一样的 而不像以前 大家雇主为了省麻烦 减少成本 比较倾向于雇佣一些欧盟的人士 因为这样不会有一些额外的 一些海外员工的管理的开销 我个人认为对于中国人来讲 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机会 如果真的是有这个意愿 留在英国工作 留在英国生活 关于PSW签证的进一步的一些细节内容 我们会在英伦大叔的公众号里面 会有进一步的分析 每一次政策的发布 我们都会有第一时间的解读 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英伦大叔 在转錢 Eventually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 Officeメnat